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他们是多大年龄 他们孩子都生到美国 那我的意思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这帮人 他们在以什么样的态度 那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了 当时那天经历的 我个人就我个人来讲 我知道中国是多少 在中共党媒的宣传中全是庆祝 9点03分 我当我个人当时目睹了就这个场景 就是这个在第二个塔路 第一个塔路已经着了 第二个塔路穿过的时候 我当时是在电视里直接目睹 我大概在八点四十几分看到 所以9点过一点 第二个塔路被撞的时候是这样 我当时我个人当时以为是拍电影 因为不太敢相信 但是我现在都记得当时我个人就身体是颤抖的 身体是颤抖的 因为另外的概念意识到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大概过了一小会儿 有一个朋友是女士比我小很多 那时候才是个姑娘 20岁出点头 她因为太痛苦受了打电话给我 她就说这是不可能的 她就在电话里哭 是永远不可能忘记 大概过了到了当天的下午 下午是傍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 没有这个手机这时候都没有 那时候就在这个论坛上 有些人拍了一些照片 说国内在庆祝 这是 这是我 我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确实看到 所以这是一个 18年之后呢 没有任何改变 那中国中国人 那一波的中国人 能生的都把孩子生到美国了 生到西方了 他们也在国内挣着钱 反着美 他们在国内可以挣钱 反着美 那他们来到海外呢 把孩子生到美国呢 可不敢反攻 他害怕 因为说 遍地都是共产党特务 所以你就知道 人在这种被虐杀 就是人的精神灵魂被虐杀之后 他表现出来的那一面 那我用这段视频 是因为这个人叫 叫包鹏山 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确实是在一个环境中 讲这段话 那今天这件事情 那今天在针对香港的问题呢 同样是两波人 对吧 一波是中国人 一波是香港的警察 跟香港的政府 而面对的是谁呢 面对的众所周知 香港人的抗争 这故事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那些爱国人 是把孩子生到美国 今天都18岁了 这个时候大学刚刚开学 他们很荣幸 他们很开心 孩子可以生到美国 钱可以在中国赚 然后把爱国主义 慷慨激昂地表达出来 痛斥那些傻叉者 所以他们都是精肉来的 他们卖的都是精肉 所以现在尽管猪肉 已经飞涨了 已经很难控制了价格 但他们依然是有精肉去卖 你记住 他们卖的叫精肉 今天我们的国家 honors and mourns nearly 3,000 lives 那里被损了 从我们的11月11日 2001 为每个美国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两三个小时之前 我不知道是11点钟还是早晨9点钟的事 他去的时间去的地方是潘地冈五角大楼 当时被袭击的呢 主要是五角大楼跟这个纽约 纽约的这个Wall Street 通常我过去看到比较多的去的是Wall Street 就是在每一年都要有这样的纪念活动 那今年呢 川普也当然中间会有其他总统有去过潘地冈 但是今年呢 在他特意到了潘地冈之后 在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他与他自己的概念宗旨相通 就是美国再强大 美国再强大在于他的在他的价值啊 在于他真正的价值啊 他背后的就我说的与神同行呢 那一份那一份承诺 而且那一份实践 在现实现实的环境中 川普的做法不同 但是呢 他最大的展现就是他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抛弃了任何派别的所谓说法 外面的伪装的一切 人们会说他吹嘘自己 如果从某种角度上说 如果他真的是被神选择的话 他为什么不能吹嘘自己 在人们的眼中的吹嘘 他今天就敢这么做 他愿意去承担这一份 今天有多少人 礼貌背后的虚伪与欺骗 这就是精英的学者们 很多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 在我眼睛里 你不值得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他不是真实的人 他不是真实的人 你不用说是在哪个学府读的书 在哪个拿了什么PhD 凡是这样标榜的 基本都是虚荣的 虚荣的比肚体 肚体的本身 就有着相当伪装的层面在背后 所以他不是真实的人 川普有他人 川普他愿意展现出 或者说毫无顾忌地展现出 自己的那一份 被很多人虚伪的人的价值观 根本不能接受 觉得这个社会不能容这样的人 这个社会所融洽的一切都是盛装在外 烂肉必在其中 在这样的房屋里面 在这种舞会当中 都是盛装在其中 而舞会两侧的房间里面 任何一个角度里 都进行着买肉跟卖肉的勾当 这就是当今的精英哲学 愿荣光归香港 有人又把它叫做香港之歌 我个人觉得还是国歌 新的国歌 有朋友可能地域的 不同地域的朋友不一定接受 但我个人比较崇尝他最一开始的说法 新的国歌 而一开始就这么讲 我们就我们个人来讲 我们也比较早的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这个视频 那视频有着不同的内容 呃 结果今天呢 你可以展现出在共产党嘴下的这些 所谓的宝兔 就是他被他们栽赃的 所谓讲的宝兔 这些年轻人 呃 这是一份最新的录制的片子 我不相信他有多少时间 能够录制成 你可以想一想这些年轻人的特概念 这是这是一份交响乐 啊 这是一份交响乐在演奏的这首 荣啊叫什么 愿荣光归香港 我以这土地里在游 我以令中间的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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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별로 mistake 我以令中间的犯狂 让中间的犯狂 我以令中间的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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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in 揍 dollar 我以令成天她��响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成为了整个香港事件的一个最大的巨大的转折点 在这一点上怎么说呢 我们跟大家讲第十二个星期的第十二个七天的最后一天呢 成为了事态整个的转折 而这一天的真相可能是中共最终崩溃的 整个事件本身崩溃的一个其中的焦点 十天之后到现在十一号 所有的媒体聚焦在 所有的公众聚焦在八月三十一号 在太子站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死人没有 在昨天呢 十号的说 香港警察跟港铁 还有医护 大概叫什么医务局 他进行了记者会 结果港铁呢 拿出了二十六幅呢 这个视频在 就是他不同车站的视频 来揭示说 来说明当时在太子站 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地铁站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警察的所作所为 这是其中 这个是额外的照片了 但是呢 在有关太子站的问题上 他们依然有两个小时的内容 没有 而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是说呢 说监视器被毁坏 所以没有东西 这个说法基本就是跟共产党概念差不多了 在太子站里面 人们近期的 他的监视器可不是一个两个 就像警署外头那种监视器 不可能的 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地铁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 安全居于守卫的这种交通枢纽的概念 根本不可能像香港总警署的那种在外 暴露在外面 就是只有那么一组两组 绝对不可能 所以港铁的说法不被人们接受 所以港铁被人们称为党铁 那他们坚持认为呢 坚持说没有 那天没有死人 拿出选择性26幅 这个8月31号的截图 却没有透露太子站月台关键的两个小时 他说那段是没了 所以这里面在解释当时的状况 警务处 消防处 医院管理局钢铁举行联合记者会 说没有死亡案件 事隔世天 港铁今天透过新闻稿 公开太子站 直接缴 叫油麻地铁 一共三站 26个截图 港铁强调说 有传太子站内有死亡 根据车站记录 没有死亡 相关政府部门也澄清 说没有死亡个案 那这是 然后他大篇幅地分析了 这个他港铁当时的状况 港铁提到太子站内有三部壁炉电视被毁 那其中两部是在月台上 这是他他介绍的当时的情况 那这件事情 呃 不被人接受 完全不被人接受 呃 就在昨天同一天呢 呃 就有人拿出了另外的说 揭露太子站受伤者的记录 一个小时之内很离奇地改了三次 呃 这是一个当时比较有名的一张图片了 说太子站当时这是记录的 警察冲进汽车里冲进火车里去打 所以这是讲 呃 赵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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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氏 涉及到 涉及到事情本身的列车 开出了 23点09分记录 将记者赶出月台 当时的记录 23点20分 才有救护人员开始进入车站 中间有11分钟 而月台上只有警员和被抓的市民 以及港铁职员在场 所以没有第三方监视记录 中间11分 最新的记录显示至少两名消防人员说 太子丹受伤的人数超过公布的7人 他公布7个人 而现在几乎从不同的角度 一直说有10个人 而在一个小时之内改过三次数据 他说这种重新计算是非常罕见的 这他对外公布就改了三次 港铁强调两部闭路电视受损 最后录影的时间 22点52分 22点53分 根据其他传媒资料 在整个月台 全层有五个闭路电视 至少有三个闭路电视 击辅着整个过程 港铁拒绝公布 那就这么回事 这是 我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那是公共场所 在任何一个 那是人员 主要是人员流动的地方 所以不可能 在他安装的闭路电视当中 他就有着一种安全的考量 就是说是否会被人损害的考量 所以作为外人 你比如说我外面的人 要去毁掉普通的 警察宗署外面那 曾经被毁过 他就在外面 他是一个政 因为他道理很简单 他是警察 那是警察总部 谁去警察总部去干的呢 所以他就很少有一种隐藏的概念 在我眼睛里 很少有一种隐藏的概念 因为这是一个人们的惯性的 思考的角度 而在公共场所 人们惧怕 公共场所袭击人就是坏人 那想记录到整个事情的真相 一定有相对暗藏的东西 这是一个安全条例当中自然具备的 我不是这专家 我也知道 东西就应该这么干 如果你东西不这么干 在公共场合保护人的角度来讲 你东西不这么做 这个人是失职 根本不是专家 是个子儿 杀子 对不对 因为 袭击公众人一定是坏人 就跟警察是一样 港铁 这是问题 港铁公开三个肇事的车站 26个截图 却不包括记者被驱除站台 直到特别列车将伤者送走之间的画面 无助了解最关键的两个小时 无法所重官方的说法 事发后 太子弹一度被封锁 9月2号早晨才重新开 那港铁说是修复内设施所需要 所以 但却不交代涉及到什么样的设施 然后 那苹果日报说 一个见习的救护主任 当晚在12点01分 太子弹发现是9个受伤的人 在14分钟之后 凌晨12点15分 更发现多达10名 其中6个重伤 两个普通 两个轻伤 他是作为救护的 见习主任 他当然知道 他已经判断出 受伤的人的状况 分类都可以判断出来 那你为什么说他是假 为什么不承认他那是真的呢 5分钟之后 12点20分 消防局长抵达后 发现站台只有9个伤者 两个人头部受伤 一个人呼吸急促 到了1.01分 记录受伤人数 只剩下7个 当中三个严重 两个普通 两个轻伤 所以另外三个严重的人 没了 这就是 这是基本触及到的事情 的真相 所以现在围绕这个事情呢 就成为了 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关节点 有道理相信 就是这件事情 就触及到什么问题呢 在我眼睛里 伤人的人 就是在月台 在这个太子战 打死人的人 不是香港警察 是中共的军人 中共的解放军 扮演警察冲进了太子战 出手打死了人 他无法承担责任 这个书 你想找香港警察 顶锅 不可能的 你可以看一下 当时太子战里面 冲进的很多是穿着 翠绿军装的人 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所以 这个东西是圆不了场的 但如果这件事情 被揭示出来 整个中共官场 就是香港官场 中共官场 全部塌方 作为港铁也好 这个消防队员 消防人员 这些人 无力抗争 这一份压力 因为那份资料 在港铁手里面 但我 我以为 应该有好心人 在 在能够触及到 这份录像资料的人 能有一个靠北 我 我个人以为 无论是警察来讲 这个能够触及到 应该是港铁的支援 我以为应该是港铁支援 中间会有很大的时间档 那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相信呢 大家真正相信 天灭中共的话 里面会有很多 怎么说呢 你与神同行的人 会看到神迹的本身 人们在现实的环境中 善与恶的本身 这种过程中 我们会看到那一份善 那这个就成了最新的追踪的 追踪的目标了 所以他在记述 这个照片里面 在记述着整个当时的状况 所以 建席 建席的救护主任说 在12点0 在12点15分的时候 有十个伤者 其中有六个重伤 这是我们讲最新的这个故事 毛蒙靖 毛蒙靖是立法会的 这个民主派的召集人 到底消失了三个人去哪 所以这是 我们跟我们刚才谈到内容差不多 立法会的议员毛蒙靖拿到了一份关于当天晚上行动记录文件 文件为事故现场和消防控制中心对话的电脑记录 警方跟消防处先前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要求他们做详细交代 所以这就 这是 我刚才跟大家说 我说应该会有记录 与神同行的人 你会在过程中看到 你没有 你只有生路 而这生路的本身 会揭示着中共的死路 消防处此前联合记者会辩称 不排除前线人员 因为伤者 分散月台不同位置 说点数有困难 他一共才那么几个 怎么可能点数有困难 所以消防处这是应该是遭到质疑的 并坚称有记录有变并非罕见 毛不接受 认为改数据纯属一种错误的说法 当时只有个位数据 是 你要说911我承认 这个谁都得接受 你要说就这个 那你 就是咱说你难听话 这是一个职业道德 职业准则的问题 这不能 这是不能说的 加生救护工作应该有清晰的记录 是 如根据指引用以分流伤者的 叫pation 这是他的一种标志了 在受伤的人身上都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关键就是他人少 坑枪急又报道了伤失掉 有三个人没有 是被称作列车到了油麻地站 而这一站被送往了广华医院 所以这是有问题的 而油麻地站的伤者最迟是在23点34分 已经被分别送走 唯一一名见习主任 在23点42分才进入太子站内 开始点人数 所以呢 透过的时间差就知道 在油麻地铁站 在那个地方已经受伤的人都送走之后 又有三个人到了那地方 前后的时间是可以错开的 毛议员提出了质疑 他指出记录中明显地表示出 在一出口的警员曾经向现场的救护人员 表示没有任何受伤者在站内 而因而不欲放行 救护人员到这个店内 所以救护人员不能到店内是警方干的 而把人打死的同样是警方 所以这就是 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这就 我觉得 这不仅仅是无视人权的问题 这是杀人害命的问题 记录展示一名高级警司在1点07分 向救护监察表示有7名伤者会送出去 需要5名救护车 而警方为何以指挥救护工作 并知道他你应该协助的尽快的工作 他仅数一位于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质疑 当天有在外面设立救护站 最近的医院也应该先被送到广华或者明爱医院 而并非 马加利医院 不理解警方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 救护要跟随警方指令 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公开闭露电视 难以证实当时的伤者是否又死亡 所以这 我觉得他谈到的就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8月31号是整个事情的焦点 在太子战人数真正的真相 政府整个整个公立 就是整个拥有公权力的人 在掩盖着事情的真相 消防处救护人员抵达太子战后 要近30分钟才能进入店内进行评估 警方说不允许他们进入店内 需要进入站是需要由警方先做协调 所以太子战的初步人数 与最终送到医院人数是不一样的 警务处说当时指挥官就安排了七个人 所以这里的说法很显然 消防处把责任都推给了警务处 推给了警务处 我个人觉得他 我个人依然坚持认为这就是个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呢 当公众强烈追寻8月31号真相的时候 当香港警署警方 以极其强烈的方式 就是他不顾及任何的质疑 故意掩盖的时候 那关键的问题就在那里了 所以凡是以这样 以公权力的方式 特别是警察 以公权力的方式进行掩盖的话 那真相就在那里 所以大家可以设想 如果在当时的太子战 是29号和30号进去的解放军 扮演成香港警察 失以暴力 打中伤了 就打死了三个人 那作为香港警方 他绝不能对外承认 这是解放军打的 因为出手伤人的人 是没有记录的 而香港的本地的警察 谁也不愿意去顶着黑锅 不可能 而香港 当这样的问题 严重性提到这种严重性的时候 作为香港的港铁 港铁人员不敢公开 但如果港铁人员不敢公开 当时在现场的港铁人员 乃至公安 乃至香港警察 本地警察 会有生命之忧的 共产党会杀了他们 共产党会杀了他们 因为他们是事情的真相 那救护人员 你可以看到 救护人员进去的中间是晚的 这个前后的时间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依然相信 会有真相的内容被披露出来 作为港铁 他其实他率先说出来 他说太子战的视频记录必须保持三年 谁敢销毁他 其实港铁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港铁的人员已经在摘清自己 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消防处的人员在把责任同样推给警方 有道理相信是香港警方施予压力 而他的压力的原因就是 如果被公众知道那是解放军扮演香港警察 而打死人在8月31号 这就是一个整体的 就是中共权力与香港事件相关的港府的整个权力的公权力的打压 就完全崩塌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